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比亚迪F3这款车型上市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作为比亚迪初击旗下主导的一款家用紧凑型轿车 不但无为人的售价和相对较高的空间配置 也只有着不错的销量成绩 前几年国产汽车发展迅速 各种车型在市场上竞争时分激烈 作为国产紧凑型汽车老大哥的比亚迪F3 也只需要改款 来迎合国产政发展大趋势 比亚迪在最近就发布了第三代F3 外观更加时尚 前脸配合车尾部的外观设计 增加了银色的镀铬失调提升档次 前车保险杠设计也不像老款F3那么圆润 类似中控面板采用了钢琴烤漆的工艺 配合中控两色和珠峰口的银色失调 给人一种更加时尚前卫的感觉 最新一代的比亚迪F3全系车型 永久搭载的是一台1.5升自蓄发动机 这对于一款家用型紧凑型轿车 5万元主要价格非常实惠